作曲 李宗盛 好 開始了 現在的生態驚喜 我們的許多團員 發現我們的團員 大家趕快來看我們的團員 KIMO SO DINI 哈囉 然後後面那邊是 FACE OF MOIN 嗨 然後 鼓手掌揚 嗨 然後主唱現在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喔 有嗎 有嗎 喔 出現了 認真工作的主唱 好 平常都在練團 認真練團 認真 對 小小的 但是 還不錯 還不錯 好 走 我手上拿的 跟我上穿的是我們現在表演最常穿的兩件 因為這兩件比較新啊 這是我們第十代 已經到第十代了 那我們這粉絲也會去買我們的球衣 就會有一種團結感 我很喜歡 我已經造一個團結的聲音 台上台下就是融為一體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來完成這個很棒的歌 總是覺得我們的歌都還蠻遺人的 跟一個球隊的感覺還蠻像的 你可能會看我們表演的時候 觀眾會左右跳 或是大家一起搭電 一起跳 可能會看到甩毛巾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活蟲 日本職棒有隻球隊叫 七八六太瑪麗 用音樂模式帶過來 好幾次的把它放到樂團的演出之中 那裡來著跳進行走 那裡來著跳進行走 一聲嘴巴自己來著 每個人都跟他折迫 自己學懂自己的語 那裡來著跳進行走 一聲嘴巴自己來著 每個人都跟他折迫 自己學懂自己的語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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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樣子 因為什麼人也會來 還可以 在這個樣子 準備 好 啊 偷 不知道你們怎麼會 好快 輕一點 哇 加油 加油 棒球對台灣來講有一個很深的連結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共同回憶 尤其是每到國際賽的時候 整個台灣那個為了棒球而瘋狂的 團結在一起的感覺真的是很過癮 就是有一種台灣成為一體的感覺 中華職棒 隨著職業聯盟中華職棒的誕生 剛開始那三年四年五年 是非常瘋狂的耶 每一場賣的門票可以超過一萬張耶 超猛的耶 一直到現在我們中間經歷了一些假球案 台灣棒球受到了傷害 但隨著近年的棒球又再重新的 很努力的我們的門票賣的數量 也有了六千張七千張八千張 所以我其實是非常期待台灣棒球 在線榮耀的感覺 陳詞威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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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脆別睡了 別睡了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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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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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早期我写歌是用钢琴为主 然后我没有想要玩电子音乐 然后那时候我听电子音乐听Disco标读 就写了用钢琴写的Disco风格的歌 然后觉得并起来蛮帅的 所以就叫Pisco Piano加Disco 然后发现它有很多的东西 除了酒之外 是什么 抽风机哦 压缩机 压缩机 或是如果你是名侦探柯南的粉丝 里面反派组织就有个角色叫Pisco 一下就G了 戏份很少 我本人还有我们家的主唱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LGBT的族群的一份子 那当年在婚姻平权这一块 那时候大家开始要去争取这个权利 当时我们身为乐团的人就会觉得说 我们站在舞台上面 我们有一点点的话语权 小小的而已啦 但就是不想要浪费这个东西 于是我们就开始在表演挂上彩虹器 其实有些人他是隐姓的 没有出柜的同事朋友 因为我们的不害怕的说出 就是我们支持你我们挺同志 我觉得我们可以变成他心中的一股 小小的力量 他知道不然怎么样 我们这一群人是站在他那里的 就不用害怕 就有蛮多同志朋友 听到光圈然后就蛮喜欢我的 然后虽然里面没有提到我们同志色彩 可能因为那时候写我们很真实 大家写零零小时候被霸凌的故事 他的曲道蛮多 睁开一双眼 不知白天很远 现实虚幻之间 只愁不再失眠 快乐是什么 我怎么都不懂 我怎么都不懂 微笑又是什么 嘴角怎么长跑 你还是会留 做无知情的梦 全手触碰心疼 成黑暗包围望 不要对我说抱歉 只要拥抱我这一点 你看 眼睛 眼睛的梦花万千 都是想放弃一枪 如果我只想沉睡 这期一夜两天 明天 在海里面更弱 再恨一遍 在海里面更弱 再恨一遍 在海里面更佛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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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句加油 滿身的地 因為發現別的在不用荷爾蒙之後 其實有一個非常強烈的副作用 是會有憂鬱症的狀況 像我本人也有很長一段時間 受到這個副作用的影響 這首歌的歌詞幾乎就是 把我非常糟糕那段時間的 那個狀況全部寫出來唱 不要對我說抱歉 只要的抱歉就不願 離開 眼前都沒多危險 總是想放不及轉 如果我只想沉睡 揣起第一的兩間 等別 雨淋上眼角的黃泉 放眼整個亞洲 放眼整個世界 我們算是非常的進步 自己說有沒有什麼改變 老實說有 以前我的家人都不會管我 但是隨著法案過了之後 他們有時候就問我說 沒有考慮什麼時候結婚 結婚啊這樣子 我就想說 這個傳統異性戀會遇到的問題 也發生在我身上了 我就覺得我 那些人是不是在嘲笑我 那些人是不是在嘲笑我 我只是高起來的地方 努力讓我還是我 但是為什麼 覺得我站在他小時候 別的路如果誰可以 對我想說什麼 直接就看得懂